大家好,今天我要跟你們介紹一個Cedia的Tweak 叫做Display Recorder 也是一個我蠻推薦的Tweak 它可以讓你錄影你螢幕上所進行的東西 這樣現在我也是用它來錄影 然後你也可以用它來錄遊戲 這樣有些人想要錄遊戲用到YouTube上面也可以 好,所以呢,現在我們要去Cedia 好,所以你就先進去Cedia 進去Cedia之後呢,你要按Search 好,按了Search之後呢 打Display Recorder 好,所以現在打Display Recorder 好,搜尋完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有三個 應該說四個圖案 好,那你不能選那個藍色那個 因為藍色那個要錢 所以呢,你可以點第一個 一個,或第二個 或第三個 或第三個 好,三個都可以選 就不要選中間這個藍色那個 好,然後呢 你,我是選最上面那個啦 所以你把它點進去呢 點最上面那個,進去 好,然後呢,你按Modify那個按鈕 那點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下載完之後呢 你要到主畫面螢幕 好,到主畫面之後 你會看到有一個 Display Recorder的App icon 真的有地方 好,接下來你要去Settings 好,所以你進去Settings 也是,讓它跑一下 也是,讓它跑一下 接下來你要拉下去 找Display Recorder 好,按進去 然後呢,你可以拉下去這裡 拉,再拉下去 好,然後 Activation Methods 啟動方法,點進去 好,點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選 哪一種啟動方法 這樣你在主畫面或者什麼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錄影 像我是選這個 From Screen Button 所以我就直接往上滑 收支往上滑 就可以開始錄影 然後 結束方法也是跟你啟動方法一模一樣 所以 如果你想要錄遊戲 或者你要錄 什麼東西都可以 就差不多這樣子囉 就差不多這樣子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或者想看更多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掰掰